伴伴的狀況是不完全純烈 我有跟爸爸講說 最後這個決定權我交給他 以後會不會後悔 對 所以我就說我一直講這個 然後就讓爸爸決定 光聽到純烈的時候 眼淚就一直滴 他問了我一個問題 在你看這些純烈的孩子 有沒有人會怪父母把他生下來 所以他會有一個問題 19週又一天 我們是產檢 那就是一開始產檢的時候都會照超音波 那超音波醫師就是照滿久的 然後就很沈默 我就問他有什麼事情 還是有問題嗎 對 他後來才把主治醫師叫過來跟我講 醫師一開口說 你等一下去找一下衛教師 他衛教師會跟你講 你們再考慮一下說 小朋友要不要留 留下來之類的 我們兩個就會覺得很錯愕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 因為每次照超音波的時候 我們都說我們是見面會 我們又要去見面 見網友 見網友 只能在螢幕上面看見網友很開心 然後就突然照到一半都突然沉默了這樣 就一整個從開心跌到谷底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 交往可能七八年裡面的時間 也都沒有那個 沒有避孕 也沒有懷孕 所以我們本來想說兩個人就是 就是這樣子過一輩子也沒關係 可是就是5月20號去登記 然後7月多的時候就沒有來了 所以就是他就過了 本來以為高齡加上身材問題 應該屬於不孕體質 但沒想到 半半成為新婚禮物 選擇他們當自己的爸爸媽媽 但在每一次既期待又緊張的產檢時 醫師突然勸他們轉整 經過進一步檢查才確定 原來孩子是純烈寶寶 半半我記得他當初是 應該是在做高層次超音波的時候發現 那發現之後就被 婦產科醫師轉整到我們 轉整到我這裡來這樣 但是半半的狀況是只有純烈 而且他沒有到鼻底 所以我們就要不完全純烈這樣 其實他有問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大概是近幾年來 他問我 就是這些家屬問我的問題裡面 最讓我印象最深刻 因為他問了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你看的這些純烈孩子 有沒有人會怪父母把他生下來 我們兩個就坐在那邊 然後兩個人 就兩眼無神看著前面 然後眼淚一直低 一直低 一直低 然後那時候有點求助無門 然後有點彷徨 雖然說你查了再多的資料 做了再多的心理準備 當醫生跟你講說確定 你有純烈的情形 可是光聽到純烈的時候 眼淚就一直低 跟他說爸爸其實很徬徨 不知道要不要 但是我有跟爸爸講說 最後這個決定權 我交給他 以後會不會後悔 對 所以我就 我說我只講這個 然後就讓爸爸決定 後來爸爸就想了很久 就說那既然決定了 那就剩下來就是好好照顧他 這樣子 對啦 我就不會跟他講說 我決定是什麼 生活是我們兩個人的 我不能因為我自自決定了之後 就讓他跟著我一起啊 爸爸應該也聽得懂意思 就是想了很久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 在學校裡面就是 小朋友嘴巴很壞 會因為某些人 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特殊的樣子 他可能會去嘲笑他 那對他來講 他會一輩子的陰影 所以我那時候 一直在掙扎這個點 後來是因為基金會 會一直開導我們嘛 就是說現在的手術的方向是怎麼樣 那以後你們可能會遇到的情況 是什麼樣子 再來就是我老婆給我的那一句話 我還有講別的喔 我講說 小朋友被霸凌這件事情 也不是因為他會做手術就霸凌了 你長得太胖 看起來不得人緣也會被霸凌啊 所以不見得是 如也小孩子就會被霸凌啊 這就是緣分嘛對不對 我想了一下 我真的覺得我會後悔一輩子 所以我就跟我老婆講 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接受他 我剛開始知道他試的時候 其實有點難過 還特別去問過我的妹妹啊 他們對不對 就剛開始的時候 透露一點消息給他這樣 等一下我跟我爸爸講的時候 吃下來啊 可以依就依啊 那沒什麼大不了啦 我老爸就這樣講 完全沒有震驚的感覺 就說 縫一縫就可以了 那沒什麼 啊 擔心那些 家裡比較傳統 比較保守一點 所以那個時候就會 擔心家裡面會不會有人說 那個都一定說是孕婦 懷孕的時候拿剪刀啊什麼 有的沒有的 對媽媽來講會很受傷 因為當小朋友這樣的時候 媽媽第一個念頭是說 我是不是因為我的原因 還是我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害小朋友這樣 會一直很自責很內疚 如果家裡面的人又講這種話 尤其又是夫家的人講這種話 那他是不是會更受傷 所以那時候我一直都不敢跟我爸媽講 這件事情 七八個月的時候 那時候我一開始先跟我媽講 媽媽也說那沒有關係啊 就是反正現在醫美很發達啊 因為我爸更嚴肅 所以我是 所以我跟後面講 就是全家 就是自從生完他之後 我就覺得我家庭低位 越來越低了這樣 從爸爸媽媽爽朗的笑聲裡 可以感受到 即便伴伴是純烈寶寶 但他們的樂觀和愛 彌補了純烈的缺角 成為彼此最棒的禮物 請進 哈嘍哈嘍 我們坐這裡 好啊 所以看起來 光看起來蠻好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欸這幾隻歪很好 嗯 這小朋友有時候可能 可能造的比較很好 但是看起來也沒什麼大的問題 然後我剛剛抽選結果也很好 都沒有什麼 就手作前檢查都沒什麼問題這樣 然後我們待會兒把那個皮膚拿下來看一下 媽媽爬 媽媽爬 好啊 剛吃完你 而且它整個都長開了齁 然後跟以前又有點不太一樣 它整個好白嫩 它撐得蠻好的 撐得蠻好的 真的很漂亮 那明天我們就可以順利手術了 謝謝醫師 明天我們會先把那個嘴唇封起來 好啊 好啊 好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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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都沒有感冒可受的一些嗎 好,OK,再麻醬部分了解 OK,好 他今天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好 去 哪裡? 哪裡? 好 男子 公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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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小朋友的時候生氣一下熊柔的小朋友 真的 長出來 他生出來的時候腿很細有沒有 爸爸一模一樣嘛 對 對,真的很像耶 神父子 連表情都一樣 接近三個月大的半半 小小身軀躺在手術台上 歷經麻醉 唇裂部位確認 毒醫師一針一線 慢慢地縫合那缺口 歷經兩小時 終於完成修補手術 好,大家在看你啊 來,來 好,來 母親對孩子的愛 與各種複雜的情緒 好,來 謝謝 好,來 所以我在這邊啊 沒有 爸爸抱我媽媽累累的 就是會看以前的照片跟現在的照片 其實我個人啊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他沒有手術前的照片 因為那個 兔唇的寶寶啊 唇裂的寶寶 他就是他什麼動作 就是什麼表情 看起來都是在笑的 對,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看到他就是很開心很開心 可是當他手術完 當然也是不同的面貌 對,可是相比之下 我會覺得 還沒有手術前比較好看 對,也不是好看 就是比較喜歡那個感覺 然後手術完之後 你就會覺得好像又重新認識他 我覺得恢復得很好啦 照顧得也沒有說很困難 應該對我們來說 我們從來就不會覺得說 他跟其他小朋友有什麼不一樣 唯一的是 唯一的是走在路上要解釋比較多而已 對啊 哎呀,好棒喔 好棒,好棒,好棒 我們看 我們貼,貼,貼,貼 哎唷,喂 好了 你是最帥的佛蒂摩 好棒 好的 我們現在 做 它一直伸出來是做唇 然後做手術 做唇 比較常遇到的 他們說這個真的是有 唇裂嗎 或是真的有唇惡裂嗎 那個 盧醫師那邊縫的那個角度啊 其實都還不錯 所以其實遠遠看 看不太出來 那尤其是我們 還有在持續幫他按摩 所以其實他的那個疤痕 其實不明顯 我是覺得說 如果可以 你可以留著他 對,寶寶一個機會 給自己一個機會 對 所以台灣一年大概有 兩百多位的 就是先天性的 蘆顏的小孩 那通常蘆顏的孩子 發生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因為 在胚胎發育的時候 出了一點小小的問題 所以就是最終他可能 嘴唇沒有癒合好 或是他耳朵沒有發育好 或是他有臉 有歪血的這些狀況這樣 那大部分都是胚胎的 發育的問題 並不是基因缺陷造成的 那以最多的話 是唇耳裂 但是其實我們 就是baby手術的目的 就是希望在求學過程中 不要受到同學的 就是像是霸凌啊 或是同學的這些 言語上面的欺負 應該說絕大部分的小孩 都沒有心理上的問題 那表示說其實就是 不管是教育 或是手術 結果其實沒有什麼 對這個純惡劣的小孩 造成影響 那我甚至還有遇過很多小孩 說從來沒有被同學發現 大部分的純惡劣的小孩 其實能夠生下來 大部分都是因為父母 是相當有愛心的父母 那其實這些小孩長大以後 老實說我看到了 大部分的小孩 其實都發展得很好 就是大部分都是很陽光啊 然後家裡的人很支持這樣子 我從來沒有遇過一個 任何一個小孩 還是很怪父母把它生下來的 媽媽媽你進去玩 等我一下 平安健康長大就好了 你說什麼要多有成就啊 多有出息啊 或是說我要在社會上呼風喚雨啊 我覺得那些都不重要 對啊最重要就是平安健康 然後長大這樣就好 哦 你還是想說